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愿意与主真心的联合在一起 在这时间我父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相信上帝的帮助 使我们不要总是内心疑惑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内心疑惑正是罪恶呀 在这时间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相信主的话语 顺从主的话语 使我们得到主的帮助 奉耶稣的名感谢 也先祝福祷告 阿门 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活着的 诗篇四十六篇五节 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而很多人说得不到帮助 其实不是我得不到帮助 是我内心在排斥上帝的帮助啊 就比如说在这时间 我却偏偏不来到主面前 就吃饭的时间找不到人影啊 上帝的话语是我们最宝贵的粮食啊 那么比如说在家庭里 孩子错过饭点了 妈妈就是很心疼孩子 说让他赶紧补一顿餐 而如果参军的人呢 参军的时候错过饭点了 在军队里可没有这样的人情啊 我们遇到困难了 很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需要投靠谁的帮助呢 我们的人生我们是需要投靠谁呢 唯独投靠上帝啊 比如说我们身患重病了 为了治病 为了医治我们去医院 不会说因为身患重病就去找 派出所吧 在座的各位 大家现在身处的环境很痛苦 就比如说身患重病了 遇到痛苦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该找哪里 而我们呢 总是想去夸口自己 夸自己的名声 夸自己名声的 肯定是什么都不行的 加拿大书六章十四节 我们夸指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现在遇到痛苦了 分明声明我身处于黑暗 看不见自己的人生 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我们找一下以夫所书 五章八到九节 最近我们讲的内容 都是把一句经文 讲得非常的细腻 一句经文至少要讲好几天 才可能大家能才可以明白啊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每天到底 有没有默想主的话语啊 很多人说 哎呀我为什么这么苦啊 是自己把自己推向苦的地方 是按照我的行为举止 如实地受返还的 并不是上帝排斥我 是我内心总是在排斥上帝啊 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 而我们自己却意识不到 我内心的邪恶 总觉得是自己得不到帮助 不是我得不到帮助 是我内心在排斥上帝的帮助啊 罗马书二章六节 我们读一下 以弗所述五章八到九节 一二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当向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 诚实 阿们 这句敬文今天就是能解决我们所有的人生的苦楚 在这世上大家在学习 学一门技术 说从小 我宁可被人打 被人欺负 我也要学好一门技术 我从小打基础 打好基础 那么这么牢固的打好基础的人 在那个领域里就能是门清了 很清楚 就比如说打字的人 打字的高手呢 不用看屏幕 也不用看这个键盘 就打字打得非常的熟练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我们的人生 我要看得很清楚啊 格林德前书九章二十节 所以在这世上 我怎样可能才能清楚地看待一切呢 而我们内心邪恶 我看不清啊 我什么都不懂 我还自以为懂 然后把自己不懂的东西呢 讲给别人听 完全是欺骗人 完全是害了身边的人呀 这都是因为认不清自己 就比如说我们在洗衣服 把一件衣服能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呢 是需要什么样的 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调料 就是洗涤淋等等 那么有时候 过度地用相应的那种化学器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等等 就这方面门清的人 就能很游刃有余地做好一些事情 而且是很诚实地做好一件事情 前段时间 我看见师母在责备我们的一位教友 您怎么做饭都做不好啊 就是煮饭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会煮 就说是这个电方锅的问题 我们遇到事情不好了 我们就是找借口 找理由 找原因 这都是因为 其实内心我是黑暗的 我自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 总是在去找借口 只要有光明 有亮光 我们就能脱离一切的苦楚了 很多人来找我朴牧师 就问我 哎 牧师啊 这事我该做还是不该做呀 这个不是关键的问题 我内心有没有得到耶稣基督呢 我内心有没有紧紧地爱耶稣基督呢 我内心有耶稣基督的时候 无论做什么事情 是有上帝的负责 是有上帝的作为 有上帝的神迹奇事跟随的 而我内心没有耶稣基督 我是黑暗的时候 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还是会掉进沟里 首先我要得到光明啊 有光明的时候才能照亮一切 而我内心却失去了光明 自己却意识不到 《生命记》28章1到14节 有福气的人 无论走哪里 无论去哪里 都是祝福 而没有福气的人 无论去哪儿全都不行 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是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首先要属于耶稣基督 领受上帝的福音啊 彼得前书4章14节 很多人来到主面前了 这身子都来教会了 而我的心灵还是刚硬亡梗 不肯听上帝的话语 上帝此时此刻还在叩门 要遇见我们 而我们内心刚硬亡梗 黑暗的 不可遇见上帝 一副所说二章13节 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使我们与上帝和好的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能让我们与上帝和好的 很多人学习神学 甚至是神学的博士了 却不认识耶稣基督 保险的恩惠 一副所说五章11节 属于黑暗的时候 是没有果实的 我们不属于耶稣基督的话 是没有果实的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都不阿门 都不顺从 不顺服 我内心都没有真实的 而我自己却意识不到 我属于黑暗 我自己还觉得自己是信主的 好像自己很好一样 就自己被自己的罪恶欺骗住 蒙蔽住 什么是果实啊 路加福音17章 耶稣治好了十个麻风病患者 而只有一个人回来 懂得感恩感谢 那难道是耶稣 接出的果子不好吗 这不是耶稣基督 接出的果子不好 那句经文讲的是 只有一个人懂得感恩感谢 而且还是外邦人 我们读一下 一副所述五章11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那暗昧无异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 道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阿们 我们再对面第11节一二 那暗昧无异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 道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阿们 那么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才能结出主的果子 那么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一定是要悔改的 是靠着耶稣基督保持的恩惠 真诚的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呀 就我们自己都没有属于耶稣基督 我们却以为自己是信耶稣基督的 很多人说 说是信耶稣基督从来不祷告 甚至也不悔改 也不认罪悔改 怎么能说是信主的呢 无论是牧师长老 不靠着耶稣基督的保写 真诚的认罪悔改 那就没有果实了 身处于黑暗 怎么能结出果实呢 我们要属于耶稣基督 才能结出果实啊 主是谁呢 我们称呼耶稣基督是谁啊 主就是耶稣基督啊 马太分16章16节 首先我要属于基督 那么我就要信靠耶稣基督 就要真诚的认罪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写 真诚的认罪悔改啊 我们找下路加福音17章17节 所以看一个人有没有好的果实 不是看这个人做了什么 是看我这个人的言行举止 是不是只专注于耶稣基督 我的言行举止是不是爱耶稣基督啊 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是有上帝的神迹 其实跟随着的 而我们呢 路加福音17章17节 我们找一下路加福音17章17节 当时某一个神学者就来问我 这个果实是什么 我就让他找路加福音17章17节 我们不属于耶稣基督的话 是接不出果实的 我们不属于光明的话 是接不出果实的 我都没有属于耶稣基督 怎么能说我接出果实了呢 那怎样才能属于耶稣基督啊 一定是要真诚地认罪悔改 通过圣经的话语 耶稣基督给我们传的是悔改的福音 上帝的话语给我们讲的是悔改的福音啊 那悔改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保血 我们才能认罪悔改 真诚地认罪悔改 能让我们引到上帝这里的 唯独靠耶稣基督的保血 所以我们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啊 格罗西说二章八节 讲道传福音 不照着耶稣基督的话语讲 那就是掳掠灵魂的 我们生病了 就知道去找医院 我们肚子饿了 就知道去食堂吃饭 那么我灵里出问题了 我现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其实都是因为我灵里 是黑暗的 是蒙蔽住了 因罪恶蒙蔽住 我们就要来找上帝 来投靠耶稣基督啊 路加福音17章17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耶稣说 捷径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阿们 就辱骂做四阶段悔改的人 但是因信靠耶稣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血 真诚地认罪悔改 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才能接触果实啊 耶稣医治了十个病人 只有一个懂得感恩感谢 难道说耶稣没有果实吗 绝不是吧 是不是我们太无知了呀 我们再回到 以夫所述五章八节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我们曾经都是暗昧的 大家和我 我们曾经都是暗昧的 所以谁都不要辱骂谁 谁都不要数罗谁 因犯了奸淫罪 因说谎 因偷东西偷盗 欺诈别人被欺骗 抢劫 偷东西 我们曾经都是暗昧的 都是愚昧的 是犯了罪恶的 约翰福音八章七节 所以面对犯罪的人 我们谁都不要去指责 就是大家和我 我们心里 身体上都有罪 此时此刻我们也在有罪 内心有不好的想法 这都是罪恶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罪行 不要去数罗和辱骂 我们人都是罪人 天生就是罪人 是罪恶的 关键是 我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保险 能使我脱离罪恶 唯独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使我的罪恶得以饶恕的 马太分十五章十四节 我属于黑暗的时候 只在黑暗里找东西 那么盲人就跟随盲人 那还是要掉进沟里 那是要去地狱 我们要找光明 而只有耶稣基督是光明 以复走是五章十四节 基督是光明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的认罪悔改 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是在光明里生活 那光明里的儿女 行事为人 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曾经偷东西的人 不再偷东西了 曾经爱说谎话的 不再说谎了 比如说我不小心 多收了十块钱 那曾经呢 我就当作 反正是白拿的 就拿着呗 但现在呢 因信靠耶稣基督真诚的认罪悔改了之后 承认了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赦免我一些罪恶了 认识到这份爱了之后呢 就不再这样白拿别人的东西 就学会诚实地做事 因为学会了耶稣基督啊 曾经我的老丈人 因劝势就是这样子 在主里边的行为 是诚实的 是洁净的 他曾经在市场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 那个卖家呢 不小心多给了他那些好的东西 他就要退回去 那么就比如说 我们做了四季段 悔改了之后呢 内心 逐渐内心 良心就 活了 因为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能使我们死去的良心 活过来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认识到我的罪 因为上帝的爱 上帝的诚实的爱 是能让我们认识到 我内心的伪装和邪恶的 有时候我们打车 不小心 对方多找我一块钱 那么 那这时候 如果我找不到 那个车主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钱呢 反正是要 就是 多给出去的 以前我们 如果多拿钱了 我们就觉得 哎呀今天 运气好 那哪里是运气好吗 是因为我内心 有贪婪 贪心才觉得 那是运气好 而良心活了 就会诚实 就会实实在在 大家知道我们人 都不是实在的 只有上帝是实实在在的 只有耶稣基督 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内心是邪恶的 是顽梗刚硬的 而且我们不认识 什么是实在 我们不认识 什么是诚实 真言十章二十四节 而因信考了 耶稣基督了 有耶稣基督的保险 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告诉我什么是罪行 帮助我悔改 真诚的认罪悔改了 使我的行为诚实 就真实了 真言二十三七节呀 最近很多人找员工的时候呢 发现 看错人了 这个人反而 就爬到我头顶上来 就比如说租房子也是 韩国租房子这个行业里面 说谎话 骗税的特别的多 而且 把偷来的钱呢 当成是那种资助 什么奖学金来用 这就是不真实 是不诚实的 然后呢 怕自己的利益受害 就相互 揭别人的短 哎 你要赶我出去吗 那么我就告别人 我就告你 你不是一直偷睡了吗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诚实的 而约瑟呢 一分钱工资都没有 他没有去恐吓他的什么 雇主啊 韩国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世界越来越这样的黑暗呢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良心死去 这罪恶是越加越加加增的 我们为什么不诚实 不真实呢 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没有属于主啊 我们要进入在主里边 只有在主里边是有光明的 没有进入到主里边之前呢 没有在耶稣基督里之前 我们都是黑暗的 我们经常说 哎呀 曾经我们的祖先是做官的 哎呀 在新罗时代 在古代的时候 姓朴的人还是个某某王呢 这都不重要 在这世上再怎么优秀 那还是属于黑暗的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是光明的 我们需要是进入到主里面 需要属于耶稣基督啊 只要有了光明 我就知道什么是黑暗 什么是错的 就不会往错路走 因为有光明照亮我 知道什么是黑暗了 就不会往黑暗里走了 就我们眼睛睁开的时候 不会有掉进眼睛的坑 问题是我灵里的眼睛是闭着的 是因罪恶蒙蔽住了 所以呢 就身处于黑暗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一直活在黑暗里 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 没有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全是在黑暗里 那么主是谁啊 我们信靠的这位主是谁呢 就是基督啊 我们承认耶稣是基督 基督是唯一的一位啊 马太坟16章16节 我们找一下以弗所书4章21节 上帝饶恕我们一切的罪恶 而是在哪里呢 是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所有的罪恶 所以使我的罪能得到饶恕的是 唯一的一条路 属耶稣基督啊 而很多假的教会呢 不认识耶稣基督 甚至说 哎这样也行吧 那样也行吧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 怎么可能这样也行 那样也行呢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 救赎主 这世上没有其他的名字 是说明我们罪恶的 只有耶稣基督啊 我们做次阶段悔改 就是因为承认耶稣是基督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使我们因耶稣基督的保险的生命 得以认识上帝 认识上人的话语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位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呀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 耶稣基督是一位 没有其他路 那很多人说 哎呀信别的宗教 应该也能得救赎吧 怎么可能呢 只有耶稣基督是 使我们的罪恶得赦免 使我们的灵魂得救赎的 没有其他的路 以赴所书四章二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阿们 唯独耶稣是真理 只有在耶稣里边是有真理的 我们再找一下 以赴所书四章三十二节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真理 其他地方是没有真理的 很多人都不信耶稣基督 却在讲真理 怎么可能讲出真理呀 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了 才能讲出真理呀 而耶稣基督 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的 我们要承认耶稣是基督 才是信靠耶稣基督的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呀 那么以赴所书四章三十二节 我们再读一下一二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阿们 上帝是在哪里面饶恕我们呀 是在基督里边呀 那么基督是一位的 基督耶稣是一位的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 那么基督就是真理 只有在基督里边 使我们的罪得到饶恕 其他是没有得饶恕的地方的 很多人说 哎呀 那样也行吧 这样也能行吧 我的罪恶 带着罪恶怎么能去天国呢 而能解决这罪恶的 能饶恕这罪恶 能涂抹罪恶 生命这罪恶的 唯独是耶稣基督的保险呀 马太分十六章十六节 那么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才是活在光明里 大家现在遇到困难了吗 真诚的认罪悔改 切切地认罪悔改吧 做四阶段悔改吧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 上帝是谁 上帝能使死的活过来 上帝能使无便有 面对全能者 全能者什么都能做的 而问题是 我不愿意来遇见全能者 我为什么不愿意来遇见耶稣基督呢 就是因为不肯认罪悔改 不肯祷告 不肯来信耶稣基督 所以总是在辛苦受累中 很多人呢 很苦了 很累了 也不肯认罪悔改 能装模作样的认罪 能装模作样的祷告 却并不是真实的 真诚的认罪悔改 并没有真实的 做四阶段悔改 大家知道我们小时候 去海边洗衣服啊 我们干嘛呀 就是玩水嘛 哪会洗衣服呀 我以为我在洗 但是头洗也头不干净 一个道理的 我们以为我来到主面前 哎呀我切切的祷告的 我真诚的认罪悔改了 但是 我有没有真实的得到 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呢 所以我们要 时刻警醒 切切的认罪悔改 真诚的祷告 真诚的祷告 切切的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 耶稣基督的保血是光明啊 使我们 耶稣基督是照亮所有的一切 是有答案的 所以我们要祷告 切切的认罪悔改 祷告 直到 礼受圣灵了为止 直到 得到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为止 直到内心 得到平安为止啊 所以我嫖母是真诚的 劝勉大家嘛 大家现在 因为什么都不明白 所以很苦 很痛 而在耶稣基督光明里 什么都看得见 哎呀 这个人 为什么总是走歪路呢 完全是可以走这边 他完全为什么 总是走向那边呢 就在耶稣基督里 看得见的人是一清二楚的 而我在黑暗里 我在 我总是不肯悔改 我总是不投靠耶稣基督啊 就比如说我自己 总是自己去撞门 总是撞门 撞得满身都是伤痕了 痛了 我自己却看不见 这眼前是总是在撞门啊 然后很多人说 哎呀我信主了呢 哎呀我祷告了呀 哎呀我悔改了呀 您到底是怎么悔改的 怎么还是在黑暗里呀 您到底是怎么悔改了 您的行为举止 还是专注于世俗的 并没有耶稣基督的 生命的话语 在您的心里呢 在这世上 有再多的博士学位 没有光明的 在这世上 学习再好 文明再多 没有光明的 只有耶稣基督里面 是有光明的 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 所以教会 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 那不叫教会的 还是要去地狱呀 欧洲的教会 为什么走向了落魄呢 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说 哎呀非要这样的 真诚的认罪悔改吗 哎呀非要这样的 切切地祷告 真诚的认罪悔改吗 因为 一定要切切地祷告 直到领受圣灵为止 领受了圣灵 使我在耶稣基督里 明白一切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是唯一的 所以我们仅仅抓靠 耶稣基督啊 大家知道 再平坦的路 是黑暗的话 我还会不小心跌倒 而再曲奇的路呢 只要有亮光光明的话 我不会倒下的 真语四章十九节呀 在座的各位 所以 一个人不明白 不行 是因为我内心 是邪恶的恶人 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 上帝的话语 至少有丰丰富富的 四千五句以上的圣经的话语 存入在我的内心 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是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的 我瓢牧师 在一张A4纸上 至少记录了三百句以上的经文 那么前后两面 那么至少有十张 二十张 甚至 七十张 八十张 五十张 那么每一天 每一天 就是在默想这么 这么丰盛的圣经的话语 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每天每天 到底有多少的 就是我每天 有没有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呢 我内心都没有 丰丰富富的 默想主的话语 我怎么能传福音 我怎么能教导主的话 我怎么能传福音 传讲上帝的福音呢 所以我们的行为举止呢 为什么不真实啊 因为我没有属于耶稣基督 我们的言行举止 看不见我的言行举止里 哪里能有耶稣基督的 保写的生命 哪里有耶稣基督的光亮啊 我们总是装 很能伪装 装模作样 而我们再怎么装 能骗得了上帝吗 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光明面前 这黑暗是暴露出来的呀 在座的各位 我内心 有耶稣基督保写的生命 有光明的话 我就能照亮身边的人 有好行为照亮身边的人 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话语 能帮到身边的人 有上帝赐给的智慧知识 能帮到身边的人 在座的各位 而我们呢 我遇到困难了 我儿女遇到困难了 而我们却找不到出路 因为分明是我还是黑暗的 我根本就没有悔改 没有真诚的认罪悔改 没有做次阶段悔改 我瓢幕师经常责备大家 我看你的言行举止 找不出你是良善的 找不出你是诚实的 行为举止上 找不出耶稣基督保写的生命啊 一夫所说五章八到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 就当向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 诚实 阿们 在光明里的言行举止呢 是一切的良善 公义和诚实 是靠自己吗 是靠耶稣基督保死的功劳 是靠圣灵啊 不是靠自己的呀 靠我的努力是得不到的 是靠圣灵的帮助 是靠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切切地祷告 切切地求 真诚地认罪悔改祷告 我们要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我们要求圣灵降在我身上 所以每天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切切地祷告吧 真诚地认罪悔改祷告吧 在座的各位 大家现在总是说自己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不行是因为我的灵里没有活 我的灵里还是黑暗蒙蔽着的 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 踏踏实实地真诚地认罪悔改吧 做四阶段悔改吧 很多人把四阶段悔改 当成是一种背诵的 哎呀主啊我错了 求主老说吧 哎我悔改了 我做了四阶段悔改 这不是啊 我的行为举止 要真诚地认罪悔改 离弃罪恶 我认识到这是罪行了 就不再犯罪 紧紧的内心 跨着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 是我脱离罪恶 不是嘴上喊喊 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的呀 我朴牧师给大家讲 这是能行的 而大家总说这不行 这差距在哪里呢 靠自己能得到这恩典吗 不是靠我们自己 是靠耶稣基督保死的功劳 这一切全靠上帝的恩惠 没有一样是靠我们自己呀 我们找一下 以夫所述一章七节 恩典 恩典是靠耶稣基督 使我们领受的 是上帝赐给我们恩典 是通过儿子耶稣基督 给了我们恩典 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恶 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所以我们认罪悔改 做次阶段悔改 就是为了投靠上帝的恩惠 投靠上帝的恩典呀 我平常牧师经常说 这位信徒 您再这样下去 您肯定要被挨打一次啊 您这样下去 您的事业肯定会要 跌根头您才肯醒悟 才肯明白吗 很多人呢 不愿意来见我朴牧师 说哎呀朴牧师 好凶啊 哎呦 这都是因为内心有鬼 有魔鬼的时候 才会不愿意来到光明面前 而我内心有光明的时候 是有好行为照亮别人 我内心有耶稣基督 保起的光明 能照亮黑暗 能照亮身边的人 而我内心属魔鬼 属黑暗的时候 不爱来救光 怕我的恶情暴露出来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恶人只有灾难跟随着 那么我们非要走向败坏和灾难 然后呢 被挨打一顿 才肯醒悟 才肯认罪悔改吗 约安福音十六章九节 不信上帝的就是罪恶 不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就是罪恶 不信耶稣基督的保险的 那就是罪恶呀 很多人说 哎呦我们家现在可顺利了 儿女上学也好 学习成绩也好 然后我们家事业也挺好的 都可好了没事 大家知道 刺儿长得越高 刺儿长得越好 那反而是 被刺痛的时候是更痛的 所以恶人的心生 恶人的好 那不要去羡慕 那是很大的灾害 是灾害的前兆啊 真言二十一章四节呀 很多人呢 不信靠耶稣基督 也没有真诚的认罪悔改 很多事情很顺利很好 最终倒塌的时候 是非常的凄惨 很可怕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到底要 我们真是要警醒醒悟过来呀 我们为什么 把心思专注于世俗的价值观 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福气 只有耶稣基督生命是光明 是照亮我们的黑暗 是给我们祝福的 所以信耶稣基督 这不是宗教自由啊 是所有人都要需要耶稣基督 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以救赎啊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节 你去提他的宗教 你想去了解吗 等你了解那个宗教 等你精通了那个宗教 才会发现原来那没有真理 什么都不是 最终还是会引到耶稣基督面前 最终还是会来到福音面前呀 在座的各位 自己碰壁了才知道 原来那是不对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大家都警醒醒悟过来吧 人讲的话那都是谎言 那说谎的人所研究的那还是谎言 而我们在这世上追求的是人的道理 讲的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呀 耶稣基督保险的生命 上这道话语 这不是理论学识啊 是真理啊 是活生生的生命 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 拯救国家 拯救子子孙孙啊 真切的志愿大家彻底的认罪悔改 真诚的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吧 以福所书一章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们接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阿们 我们的罪恶得不到赦免的话 那是没办法活呀 其他地方是不可能赦免罪恶的 唯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 使我们的罪恶得以赦免 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使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惠 那么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就一定要认罪悔改 切切地祷告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而很多人从来不认罪 也不悔改 甚至也不认识四阶段悔改 就说自己得救赎了 那么有些人呢 为了讨人欢心 为了讨人气呢 就只讲好话 耶稣基督的话语 全是责备的言语 为的是拯救灵魂呀 而很多牧师 为了讨人的欢心 讲好听的话 那都是假牧师啊 提摩带后说三章十六节 上帝的话语 是最爱我们的 因为爱我 所以管教我 上帝的话语 是拯救我们生命的 只要我在主里边 无论做什么 都是亨通 都是好的 而我们经常说 哎呀 这个环境不好 哎呀 我没有遇到好父母 哎呀 我没有钱 我没有成本 这都是找借口 找理由 只要在耶稣基督里 无论做什么 都是亨通的 只要我的眼睛是明亮的 只要我们灵里是活了的 无论做什么 都有耶稣基督负责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 我们跟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现在能行了吧 现在一定能行了 现在能行了 在耶稣基督里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信靠耶稣基督 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父上帝实在是真好 主啊 我们在七黑一片呢 我以为自己还挺好的 我以为我很正直 我自己根本就没有认罪悔改 没有做四阶段悔改 我经常去夸口恶人 哎呀 因为我 我觉得那个人很好 其实分明是因为 我内心是属魔鬼 是黑暗的 所以 分不清什么是好与坏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的罪恶 使我们从今天开始 从此时此刻开始 信靠耶稣基督 保死的生命 在主耶稣基督里 寻求光明 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所有的问题 得到答案 得到帮助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门 我们大声地呼喊主的名 切切地祷告 真诚地认罪 悔改祷告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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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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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